各位好,目前要跟各位傳達一個也是鐵道知識 你看一下圖面上目前3281 3281,有一個黑色小小箭頭 畫面中間 目前跳晚8分 3281,0.17分到 然後149,它是0.25分到 那你可以看到,3281,0.17,再晚8分變成0.25 跟149,0.25時間是 幾乎是同時到達車站 所以目前 釣隊員有一個很特殊的做法 一般我們在深夜會做法 就是利用雙單線的特性 什麼叫做雙單線 就是我們這樣子在鐵道上 兩個車站之間會有兩條古道 那一般我們的話就是 西上 西線就是上行 從屏東往台北方向 然後東線就是下行 由台北往屏東方向 那目前因為這個3281跟149 兩個時間非常近 所以如果要講的效率的話 釣隊員會指示我們在這個西線 現在也變成是下行 本來是西上東下西上東下 所以現在等一下我們所會預測 會看到的時間就是 在我們這車站裡面呢 這兩部列車會同時進站 那我的設計上呢就是 進站後的路線呢 是我們安排的 是我們潮州車站組安排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的設計上是 就不要讓它衝突 西線過來的 就讓它走這邊 然後 也是走這 這上半塊 上半塊 然後 這東線 中線下來的 西線下來的話 走這下半塊 這下半塊 因為我們到時候 到那個 潮州基地的話 是只有這兩條線的用 這兩條線的用 所以我一樣的 剛剛這邊 這上半塊呢 我設計在最上面這塊 他說等一下呢 可以直接進潮州基地 現在就做那個路線檢核 檢核就是基地也要同意 所以 同意之後我們這個 觸發後製機會 橫亮成綠燈 然後再來是我的那個 這邊 三個八一先打出來了 然後再來一四九 等一下我會讓它下半段 然後一般我這邊就不會讓它拐台下去 因為我這邊到潮州基地是要上去的 所以我可能等一下就打在這個第三古道 一二三第三古道 那現在所看到畫面都是比較近拍的 如果你對整個 我們車站的古道沒有概念的話 可以另外看另外一部影片 所以現在整個架構上呢 這個圖片沒有 用點可能各位比較不清楚 我改正看那個 SC盤 是不是可以看到綠色線 上面的 上面的就是走上面 然後它會一直過去 一直過去右邊 一直過去右邊 然後下面的這個C線下行 它到這邊 那這邊我等一下會再跟 基地兩個協調 看是要 怎麼走 怎麼走進潮州基地 所以目前我還沒有打錯路線 好 那這個很特殊的情況 在今天晚上 剛好有遇到 就拍給各位看 好 拜拜